台鐵臉書粉絲團放台鐵上 每則貼文 圖文並茂 按讚數還標迫3000多 今年初粉專開始轉型 一年內就增加1萬個按讚數 如此轉變就是因為花錢 欠了行銷公司經營 這公司就是在去年初遭到踢爆 去農委會養網軍的標案公司之一 原本他們都已經彈出農委會了 沒想到在去年底 他們轉移陣地到台鐵 一口氣標下了台鐵兩項標案 賺進了1549萬元 看到這新聞 我相信所有員工都很震驚 因為原來我們的加班費 不是沒有錢發 而是被拿去去買這些公關公司了 台鐵產業工會痛批 員工加班費3000多萬元都付不出來 還好灑預算行銷 根本是金玉其外 財序其中 像是列車的問題 然後還有很多設備的缺失 然後人力不足 然後就是對於員工的待遇調升部分 其實問題是我覺得跟兩年前比 是一點都沒有改變 你們會回應嗎 這件事 目前最相關的事都不知道 淳路已負責人郭映如不再為由 未做出回應隨後關上公司大門 只能透過毛玻璃看見員工辦公 相當低調 但自家小朋友花大錢做行銷 預算哪裡來 身為交通部大家長林佳龍 不知道嗎 對此台鐵局回應 這是首次招標行銷 才固定金額為期半年 經評選由純路公司得標 作業程序都依據政府採購法 不過國營事業拼轉型 拼到基欠員工加班費 要翻轉形象 恐怕不能只靠臉書粉專 記者鄭仁中林恩如 台北採訪報導